刚和甲方谈完合作,回到酒店休息。 一打开手机,就看到邻居半个小时内给我连发了几十条信息。 点开看,每条信息都充斥着愤怒。 刘小姐,你孩子有病吗? 有病就带去,赶紧带去医院看,一天24小时都在哭,还让不让人家休息了。 我爸妈神经衰弱,每天好不容易才睡着,你家那边就传来小孩子的声音,这样下去,我爸妈迟早心梗脑梗,到时候要是有个好歹,你家可脱不了干系。 我真诚给你一个建议哈,你要是实在不会带孩子,就请个月嫂给你带,不要祸害邻居啊,整天听小孩哭,真的很上头啊。 我看着信息的内容,却有些猛圈,怀疑邻居是不是发错人了。 我未婚未育,一个人住,何来的孩子啊? 我回他,张哥,你会不会是发错人了? 我家没孩子啊? 那边很快给我回应。 你不用狡辩了,你家有没有孩子,我会不知道。 你家孩子现在又在鬼哭狼嚎唱山路十八弯了,那哭声堪比噪音吵死人了。 我求求你你赶紧轰轰吧,实在不行,你带出去晃一圈,等他不哭了再带回来吧。 邻居的语气很不好,但我没放心上,且不说我根本没有孩子。 我现在人在外地出差,我家根本没人在啊。 张哥,我现在在上海出差,我家没人在呢,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了? 等了一会,那边都没传来消息,我以为邻居终于发现自己发错人了。 正准备洗个澡休息,微信再次传来消息提示音。 打开看,这次邻居给我发的是一个视频。 这是我刚出去拍的视频,你看看。 你家灯都亮着呢,你自己听听,不是小孩哭,难道鬼哭啊? 我心里疑惑,点开邻居发送过来的视频。 视频里拍摄的房子确实是我家,此时里面也真的传来了小孩子的哭声。 我被小孩的哭声吓得一机灵,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没在家,家里空着呢,怎么会有小孩哭声呢? 难道家里闹鬼了? 我立刻和邻居说,张哥,我现在在外省,真的没在家呢。 你说我家有小孩这种情况,我也很猛,不知怎么回事,你给我时间,我明天回家,立刻去处理。 哼,希望你说到做到,不然就别怪我不顾邻里之情了。 隔日,我搭乘最早的班机回去,在路上我想了很多可能性。 譬如有没有可能自己买到的是一套凶宅。 要真是凶宅,还能不能找中介退? 想着想着,就到了家门口了。 就在我准处开门时,里面忽然传来了小孩哭声,我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怎么回事? 大白天也能闹起来,这鬼也太猛了吧。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开门探探时,门忽然被打开了。 杨超,你怎么在我家? 杨超是我交往了一年的男朋友,虽然我们两个都快到谈婚论嫁了,但我并没同意婚前同居,长期以来都是各住各的家,各找各的妈。 而且我最不喜欢别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我家。 杨超也知道,但他现在显然已经破坏了规矩了。 杨超,你给我解释下怎么出现在我家。 我促眉看着他,不打一声招呼就擅自进我家里。 杨超,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礼貌吗? 杨超正要开口说话。 屋里头忽然又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超哥,你在外面和谁说话呢? 忽如其来的陌生女人的说话声让我呆滞了几秒。 我难以自信地看了眼杨超,立刻冲进家里。 寻着声音走到自己的卧室,看着没关门的卧室床上。 此刻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正半躺在我的床上,聊起了衣服, 坦兄露辱地给一个婴儿喂奶。 我一口气差点没晕过来,喊道,你谁呀? 怎么在我家里? 所以邻居张哥没有说谎,也不是我家在闹鬼。 我家真的有一个孩子在里面住着,不单单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陌生女人在。 刘威,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吓到荣荣和他的小孩了? 杨超冲了进来,一把拽着我胳膊把我拖出了房间,又说道, 不就是占用一下你房间吗? 至于要这样大喊大叫,作为一个女人,看到别人的女人辛苦哺乳时, 你就没半点同情心吗? 不应该主动点帮衬一下她吗? 我看着杨超,气得在发抖。 我去你妹的哺乳期同情心,我凭什么同情一个擅闯我家的陌生人呢? 杨超把我带到大厅,告诉我那女人叫徐荣,是她青梅竹马妹妹。 徐荣老公一家人对她不好,她刚生完孩子就冷暴力她,还骂她。 杨超心疼徐荣生育之苦,认为自己作为她的邻居哥哥,有义务把她给接回来照顾了。 她说,都说坐月子是女人的第二次重生,所以我要照顾好她,不然她以后落下病根,可是要难受一辈子的。 我作为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落下病根。 我被杨超给气笑了,她老公不靠谱,她不能去报警处理吗? 就算不能报警,她也有自己的爸妈,她爸妈不会照顾,需要轮到你这个外来男人照顾,传出去成何体统呢? 就算你不要脸不要皮,非要主动接手照顾,你倒是弄回自己的家去照顾,你带到我家里来照顾,你这算盘打得可是啪啪响,地府都会听到呢。 杨超不乐意听到这些话,脸都黑了下来,她瞪着我,怒气冲冲说道, 刘威,你还是不是女人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我都说了她老公家暴,她很可怜,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 你们女人应该帮助女人,才对啊,不然你以后生孩子受委屈了,也没人会帮你。 我第一次发现杨超的脑子可能都是装了份,满脑子都想不出正常的话来。 我呸,你这说的是人话吗?我受什么委屈? 我有爱我护我的爸妈和闺蜜朋友,但凡我受点委屈,他们也会聊起手绣帮我出气。 天底下比他可怜的人多着呢,怎么没见你带回家照顾? 路边的流浪汉和乞丐也够可怜的,你怎么不把自己的身家都捐给他们献爱心呢? 保不齐还能因此当个丐帮帮主呢? 我冷冷说道,趁着我还好好说话,你赶紧带着他离开我家。 杨超咬牙切齿,就在我以为他要对我动粗时,他竟深吸口气,对我放软了语气。 威威,你是在气我没通知你,就把荣荣带过来对吗? 还是你吃醋我和其他女孩子走得很近呢? 我和荣荣从小一起长大,我对她真的只有妹妹之情,你不要闹脾气了好不好? 不如这样,等荣荣出月子,我就立刻去和你登记,好不好? 我吃醋,这种情况还想要和我登记结婚,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了她这种谱信和不要脸呢? 她也不去照照镜子,现在的她配得上我吗? 就在我准备反击她时,那叫徐荣的女人竟穿着我的睡衣,抱着婴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有点洁癖,从来都不喜欢别人穿我的衣物,尤其是贴身衣物。 看到她那一身睡衣时,我觉得血压又往上蹭,整个人要爆炸了。 杨超一看到她,就紧张得不行,立刻移动到她身边,扶着她,活像太监一样,小心翼翼倒。 荣荣,你怎么出来了? 快快,你快回去房间躺着,你现在身体还弱着。 可不能吹风和受累啊,要是落下了月子病,我可就醉过大了。 看着杨超一副舔狗的样子,我胃病差点犯了。 在我面前就天天白款,让拿给水果都借口多多,轮到青梅就紧张兮兮。 真讽刺啊。 杨超,我从不喜欢别人碰我衣物,你不仅让你的小青梅睡我房间,还穿我衣服,你怎么敢? 我冷声说,现在,你立刻领着你的青梅回你家去,你爱展示父爱,爱展示青梅竹马爱都没关系。 现在马上领着他们,滚出去我家,否则我就要报警了。 杨超还想说什么?徐荣忽然就皱起眉头,一惊一乍地叫了起来。 超哥,我肚子忽然有点不舒服。 杨超一听,紧张得不行,一把把我给推开,一手接过那婴孩,一手扶着徐荣回我房间。 轻手轻脚地伺候他重新躺下。 荣荣,你别想那么多,凡是有我在呢。 徐荣这人也会装可怜,他可怜兮兮地说道, 刘小姐,我以为超哥和你打过招呼才把我接过来这里。 我也是一个可怜人,我老公家暴我,我实在受不了,身上又没钱,也没有其他朋友,只能过来求助超哥了。 我以为你是个女人,一定会理解我作为一个女人的难处,让我借助几天的。 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强求,我一会没那么难受,我就带我孩子一起离开,绝对不会再麻烦到刘小姐你的,你放心。 说着,他眼泪说来就来了,大不了我就去天桥找个角落睡一晚上,就是只能苦了我宝宝了,跟了我这种没能力的妈妈,去哪儿都要挨别人欺负。 听到他这样说,杨超保护欲又起来了,他怨恨地看着我,刘威,你看看,荣荣多识大体啊,你就不能学学人家吗? 我抱胸冷脸看着他们两个,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没得商量,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 杨超,你要做好事,你带回你自己的家里去,别康他人之楷,落得我做坏人。 要不是因为我家这几天在装修,我也不会带到你这里来啊。 杨超瞪我一眼,现在天寒地冻,你敢容容他们出去,也未免太绝情了。 刘小姐,我厚着脸皮求求你,再通融我两天可以吗? 两天内,我一定搬走,一定不会再麻烦你。 徐荣忽然开口,流着眼泪说道,求求你可怜我和我的孩子。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们,外面确实天寒地冻。 现在贸贸然赶他们出去,确实有些不尽人情。 于是我给杨超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后天必须给我搬出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答应他让他留下来后,朋友找我出去吃饭。 我和他说起这事,朋友沉默了片刻说, 姐妹,他现在是弱势群体,万一在你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就会赖上你的。 我觉得你还是要防一防,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准备的。 我觉得朋友说的有道理,立刻下单让刨腿紧急给我买了东西回来。 由于我刚谈了一个大单回来,公司放了我几天假。 这几天我原本就打算在家里躺平休息的。 这下徐荣他们的到来,我担心他们胡乱触碰我的私人用品,就顺理成章待在家里了。 杨超接了一个电话,说装修出了点问题,要过去看。 家里就剩下我和徐荣他们母子。 刘小姐,我肚子饿了,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弄点吃的徐荣躺在床上看着我,我要照顾小宝,走不开,你可怜可怜我。 我饿坏了,宝宝就没奶水了,会饿出病的。 一口气就掉在胸口,我心想,你宝宝没奶水关我屁事啊。 可现在这种情况,他确实也没与手去做吃的。 但我平时也基本不做饭,肚子饿了,最多就是去点外卖。 于是我点了两份饭。 可徐荣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刘小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你也不能故意点一些孕妇不能吃的菜给我吃啊。 我吃坏了身体,奶水就会坏了,我本来就穷,也买不起奶粉给宝宝吃的。 我被他哭得猛了,低头看着刚点的一百元一份的老母鸡,炖黄旗桂圆鸡汤,加当季蔬菜套餐。 不知这饭是被下毒了,还是这鸡是会吃人奶,才会叫这女人闲这闲呢? 你要是不喜欢,你自己做,我伺候不了你半点。 我生气地说道,孕妇吃不了鸡,难道你想要吃龙肉? 要不要我去涂一条龙来给你补补奶气啊? 徐荣被我一吼,只是巴巴地流眼泪,我不打算理他,继续刷剧去。 可没一会,徐荣又开始叫了起来,留小姐,留小姐,帮帮忙。 徐荣的孩子拉屎了,饿在了尿布湿上,但因为徐荣不会带孩子,撕开尿布湿的时候,还把屎给弄了一点出来。 他呆呆地看着掉在地上的巴巴,无措地看着我。 刘小姐,我不能频繁弯腰,麻烦你帮我清理一下他吧。 还有小宝的屁股,也要麻烦你帮我清洗下,因为我还在坐月子期间不能碰水的。 听到徐荣的要求,我简直是大开眼界,日了狗了。 徐小姐,首先他是你孩子,你孩子拉屎,你有义务自己清理干净。 没有人说月子期间不能碰水,而且我也没让你碰冷水好吧,你完全可以用温水给你孩子洗。 然后,我不是你的月嫂保姆,没义务帮你清理粪便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说着我就出房间,可徐荣却在我身后委屈兮兮地说道, 宝宝的便便不脏的,真的不脏,你不要嫌弃他好不好。 你不愿意帮我,我自己来也没关系。 我深呼吸,忍耐着怒火。 心想,这也是我自己自作自受,答应让你留下来蹉跎自己。 没想到,我刚坐下来,杨超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接通那瞬间,他就劈头盖脸责备我。 刘薇,你还是女人吗? 荣荣刚生育完,你就不能帮他一把吗? 宝宝刚出生没多久,只喝过母乳,没吃过其他东西, 拉出来的便便根本不会臭,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 你为什么就不能帮荣荣清理一下呢? 如果杨超此刻在我面前,我一定立刻扇他脸。 我咬牙切齿道。 既然那孩子的屎是干净的,那你回来把屎吃掉吧。 最好用舌头把我地板舔干净,免得我觉得晦气。 杨超,你,你最好给我闭嘴,不然我忍不到明天才赶你们走。 也劝你们赶紧找好新地方。 这一天没安生,好不容易到了晚上,朋友却给我打电话,说我出名了。 他甩了一个视频链接给我,我打开看了几秒,就差点爆血管。 徐荣在视频里控诉我厌女,还控诉我对于生育过的女性的厌恶。 他不知何时居然录了我今天一整天说的话。 还别有心机地用了剪辑软件,把话语都特意进行建议和裁缝成他所需要的东西。 我说,坐月子吃不了鸡,难道你想要吃龙肉? 要不要我去涂一条龙来给你补补奶气啊? 他剪辑成了,坐月子的人不配吃鸡。 坐月子的女人是最恶心的。 我说,我不是你的月嫂保姆,没义务帮你清理粪便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他剪辑成了,孩子是世界上最不干净的东西。 他们的粪便更是让人恶心,意图引起已婚已育女性的愤怒,让他们来攻击我。 这条视频还特地加热过的,热度非常高。 已经有了十多万的点赞,评论区基本都是在骂我。 你不配作为女人,你最好不要生孩子,生孩子你就是一个肮脏的女人。 你是穷得吃不起肉了吗? 坐月子的人不配吃鸡? 我真想让我家的鸡去戳你见嘴。 同样是作为女人,你为什么那么厌女? 你也是你妈生的,你妈坐月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她恶心她脏死了? 我看如果让你妈知道你这样想,恨不得把你塞回去她肚子,回炉重造了。 评论区基本清一色,都在骂我。 有些人甚至已经人肉到了我的公司,说要去公司里举报我。 看着这视频,我气得在发抖,冲去徐荣的房间,质问她。 你什么意思? 我好心收留你,你还倒打一耙,恶意剪辑视频来诬陷我。 徐荣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样,尖叫了一声。 我,我没有。 刘小姐你不要凶我,我没有诬陷你,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你现在赶我走,就是想要逼死我和逼死我孩子,你不能那么无情无义的。 我和超哥真的没什么,我们是纯友谊,纯兄妹情,你不要乱吃醋好不好。 就算你再不喜欢我,也不能说我宝宝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啊,你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你这样就是相当于在诅咒自己未来的孩子是肮脏的东西,是不对的。 我话还没多说两句,徐荣就巴巴巴说了一大堆,字字句句都是在捏造事实,往我身上泼脏水。 就算我再愚蠢,也知道他现在的行为不对劲。 就像我房间里除了我和他母子之外,还有其他人在。 而他现在的行为就是恶人先告状,率先开口抹黑我。 联想到他今天居然剪辑视频,恶意抹黑我,那现在也极有可能他也在录制视频,或者做一些更出格的行为,想要彻底道德绑架我。 我急忙往房间四周围看,果然看到床头柜旁边用衣服裹着露出镜头的手机。 我大步过去捞起来看,发现手机居然在直播中,直播间的粉丝居然还不少。 我把直播给关掉,气急败坏到了极点,就是极致的冷静。 我冷冷地看着徐荣,徐小姐,做人不能恩将仇报,既然你不满意在我家住,觉得处处和我不对付,你现在可以收拾东西,带着你的宝宝。 离开我家。 说完我当着他脸打电话给杨超,让他赶紧滚过来我家,接徐荣离开。 杨超过来后,知道了徐荣的所作所为后,不仅没有责备他,还替他说话。 威威,你也就是让网络上不知名的人说了几句而已,又不会掉肉,没必要那么小气吧? 荣荣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要不是你故意给他买他不喜欢吃的鸡肉,他也不会生气啊。 还有,让你给宝宝洗下屁股,你都不愿意,确实不太对。 毕竟人家在你家里住着呢,上门的都是客人,哪能有让客人动手干活的,你真的挺不懂事的。 我大怒,简直瞎了狗眼,真不知道以前怎么就答应和杨超一起。 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我咆哮道,以后你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我们分手。 当着他轻眉的脸被我甩,杨超觉得丢脸。 怨毒的眼神看着我,他咬牙切齿说道,分手就分手,你最好不要哭着求我原谅。 连夜把他们赶出去后,我终于能够睡一个好觉了。 可第二天一大早,我手机疯了一样响了起来。 原来徐荣昨晚连夜又剪辑了视频,哭诉被我冷漠赶出了家里。 由于现在外面天寒地冻,他和宝宝被赶出去我家后,没地方可去,导致宝宝感冒生病。 小孩现在在医院里救治,他在视频里。 指明道姓说要告我,说是因为我的原因,才是导致宝宝生病。 他说自己要请律师告我,让我赔偿宝宝的治疗费用,和他的精神损失费用。 我还没完全把这消息给消化完后,公司又给我来电话。 说很多人打电话去公司举报我,说我厌女,说我看不起女性,还说我冷血。 公司老板说,小刘啊,你得罪了什么人啊? 今天公司一整天就接了上百个投诉电话,这是你赶紧解决好。 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就是做女性产品的公司,如果闹下去,对于我们公司的销量影响会很大,我也很为难。 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不尽快解决,老板也保不了我,只能辞退我了。 我没想到因为我一时的心软,留下徐荣母子一晚,却让我整个事业和人生面临新的挑战。 我爸打电话给我,说我妈也被连累到了,我妈出去买菜被人认出来,追着问她,你女儿讨厌女人,还说女人生了孩子就是肮脏。 你在她心目中,估计也是肮脏的妈妈,后不后悔生下她呀。 气得我妈差点心梗。 我爸对我说,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但你现在是得罪了什么人,要这样搞你。 我把杨超擅自带徐荣来我家住的事告诉了我爸。 我爸听到后,沉默片刻说,那家伙以前跪我面前,说会好好对你,现在却做出这种事,他要是出现在我面前,我铁定用棍子敲死他。 微微,需要爸爸帮忙吗? 这种人人喊打,如同过街老鼠,只能躲躲藏藏的时候,还有爸爸妈妈在相信自己,挺自己。 我觉得是幸运的。 我深吸口气,对爸爸说,放心,我会把这是处理好的。 放下电话后,我朋友担心我出事,直接上门来找我。 他们还给我带了一些信息过来。 这两天,徐荣开直播,控诉我讨厌生育过的女性,抹黑我讨厌孩子,意图让我和生育过的女性为敌。 可我公司就是做女性产品的,包括卫生巾和一些女性内衣库,哺乳期的胃乳衣。 我也常年会去偏远山区,一些用不起卫生巾的地区去出差。 我作为公司的产品营销总监,一直和客户都是主张,用得起,用得好,用得舒心,用得安全的理念。 而用得起这个思想,是我专门申请了专项,在公司里设了一个基金项目,用于慈善项目。 这个项目投放在全国各地的偏远山区,专门捐助给那些用不起卫生巾的青春期少女们解决来月经时的窘迫的事。 还有哺乳期衣物,也是特地请了设计师,专门方便哺乳期的妈妈在上街和各种场合,能够具有隐私,还很安全,又能舒心而特地申请研发设计出来的产品。 朋友说,你这样的人都能被打上厌女,讨厌生育过的女性的标签,真的挺搞笑的。 不过,之前我和你提的买东西防疫房,你买了吗?装了吗? 我看着她,笑了起来,当然。 我和朋友相视一笑,知道这场危机已经没有危险性了。 但既然上天来了这一次波折,我们就不能浪费。 朋友一直说服我和她一起联合创业,做一个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平台。 小到女性的日用品,大到女性出行和在家安全的设备,都可以作为项目好好考虑。 她说,出了这种事,你公司明明可以给你做个的联合声明,撑你一把,但他们没有。 害怕引火烧身,把责任推给你。 所以啊,薇薇,你就不要顾念这旧情了,该飞就飞。 目前就职的这家公司,我干了有七八年了,几乎从她刚创业就加入了公司,属于公司的老员工。 公司里的女性品牌都是我一手创造。 老板怎么会不知道我对于女性的态度。 说实话,她那一通电话让我有点心寒,但不多。 我能理解公司的决策和难处,但朋友说得对,我该把眼光放远一点了。 几乎是一个眼神,我和朋友就达成了合作的想法。 朋友雷厉风行,打算利用这次的风波,让风浪刮得越凶猛, 到时候能卷起来的鱼就会越带越多。 正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是同样的道理。 她说,我负责给你的翻身杖加一把火。 我去联系之前你关照过的那些偏远地区的少女们, 还有你煞费苦心求开展的哺乳期的产品项目和设计式的。 我让她们给你录制一个视频,为你打上新的标签。 我点点头,我表示我这边也会伺机而动。 我说,她们以为我手里没有底牌。 我再等她们搞一次大事,然后再热度上去后, 再一举把她们这些贪婪的心扼杀在摇篮里。 本以为暴风雨会持续时间长一点。 徐荣会变本加厉发布一些新的视频来维持抹黑我的热度。 但情况出乎我意料,她很快找上了我, 并提出要让我赔偿她三十万, 作为我赶她出去的精神损失, 还有宝宝的资料费用。 我被她的无耻给弃乐了, 但立刻明白, 这是一个很好的回转风向的机会。 我将手机录音翘翘打开, 说道, 我好心收留你, 你倒打一耙诬陷我辱骂你, 还赶你走, 你良心呢? 良心有什么用? 超哥说你很有钱, 三十万块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钱对吧? 你也不想因为这是影响你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吧? 徐荣轻声说, 我很可怜的, 我老公暴力我, 我又没有工作, 我爸妈又不让我回去, 我也是没办法才会这样做。 刘小姐,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你就给我三十万块, 就当打发乞丐怎么样? 你需要钱, 怎么不和杨超说? 我相信你的超哥也会给你的。 我故意把话题转到了杨超身上, 超哥没钱, 徐荣一口否定, 刘小姐, 一句话, 你到底给不给? 杨超的工作还行, 虽然工资没有我高, 但不至于没钱。 可听徐荣的语气, 他应该和杨超谈过, 但杨超没给他钱。 杨超这个人, 虽然恶心, 但我认为, 他有钱的话, 从他对徐荣的态度来说, 不至于不给钱他救急。 我打算, 待会就让我朋友帮忙查一下杨超最近的情况, 然后和徐荣说, 不给, 你吃我的。 喝我的, 住我家, 还想要在我身上薅羊毛, 你可真是脸皮厚笔城墙, 死不要脸的。 听到我不给, 徐荣怒了, 我已经好生好气和你商讨了, 既然你不给, 那就不要怪我了。 我等着看你被公司辞退, 出门被人指指点点, 哼, 果不其然, 不到一个小时, 他的账号又发布了一条新的视频, 和刘小姐谈小宝的治疗费用, 刘小姐字字句句都在说不会给, 还诅咒小宝去死。 网友果然情绪再次激动起来, 老板让我辞职, 我说好, 并立刻请了律师, 把和徐荣见面时录的音频放了出来。 但网友不买账, 都说, 难保不是合成出来的, 都到这种时候了, 还不道歉, 还在嘴硬, 有意思吗? 有时候脑子被狗吃了, 就容易说话不长脑子。 我又直接把我出差回到家那天, 紧急让刨腿买的监控摄像头拍下来的视频, 原原本本发了出去, 视频很清晰, 包括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 我还买了加热包, 把他送上了热门, 律师也在我的安排下, 恰到好处地出场, 给徐荣发出律师函, 告他捏造事实诽谤我, 还要告他利用虚假视频敲诈我, 与此同时, 我朋友之前替我联系拍摄的视频, 也及时放送了出来。 这是再度上了热搜, 我被打上了女性的朋友称号。 而徐荣在短时间被骂上了热门, 还要面临法律的惩罚, 与此同时, 帮我去调查杨超事情的朋友 也给我来信息了。 杨超逃难去了, 原来杨超的房子根本没有装修, 而是抵押了出去了。 他赌博借了高利贷, 利滚利的, 把房子卖出去, 也根本填不上那个坑。 而徐荣也根本没有结婚, 更没有所谓的老公。 理所应当的, 也从未经历过冷暴力, 因为他的孩子就是杨超的, 他们是在一年前开始勾在一起的。 徐荣那时候爱慕徐荣, 借高利贷买各种化妆品, 利滚利, 没办法就约杨超见面, 灌醉他。 两人一夜风流, 徐荣也炸上了杨超。 杨超本来可以给钱脱身, 但无奈他也喜欢徐荣这种热辣的妹子。 后来徐荣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杨超虽然给他填了很多钱, 但根本不够。 导致后来, 杨超也跟着借高利贷来还债, 最后房子都卖出去, 还不够。 因为催债的都上门了, 威胁杨超了, 命令他一周内凑到四十万。 于是杨超就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他明明可以和我借钱, 虽然我不一定会借他, 但他和徐荣商量了一下, 决定了要搞敲诈, 因为这样不用还。 杨超告诉徐荣我的性格, 故意激化我的怒意, 开启了诬陷和敲诈我的路线。 而徐荣会那么快给我打电话, 联系我, 见面谈赔偿。 完全是因为, 当时他家里正坐着四个大个子催债人员。 人家逼着他今天必须还款, 所以他迫不及待想要让我赔偿。 后来再发的视频, 也是想要加重让我给钱的筹码。 却不想, 坏事做多了, 就是把自己的路给走窄了。 我对于他们这一对狗男女的神奇脑回路, 觉得无语。 朋友对我说, 我应该去烧香拜佛。 经过了这件事, 能够同时摆脱掉这两个瘟神。 因为如果不是徐荣的出现, 我可能会被杨超骗婚, 骗钱呢。 我同意。 十三, 因为敲诈事件, 杨超也有份, 他被警察全国通缉了。 徐荣也因为这事, 被判关押三年。 但因为他是处于哺乳期, 所以是缓期两年执行。 他不仅要赔偿敲诈我的钱, 还要因为诽谤我的事件, 需要赔偿一笔不匪的金额。 徐荣托人找上我, 又开始装可怜。 我也是无辜的。 都是杨超在怂恿我这样做的, 刘小姐, 求求你, 放过我吧。 孩子还小, 他不能没有妈妈, 你也是女性, 不能那么狠心的。 那赔偿款我真的赔不起, 你那么有钱, 也不差我这点, 你就可怜可怜我。 我冷笑着看着他, 之前一直觉得徐荣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现在我忽然明白了, 他这是猖鬼人格。 这种人格, 比绿茶还让人恶心。 时刻装可怜, 把自己身上的不如意点放大出去, 认为自己的不如意都是别人导致的, 别人需要为他的不幸和不如意买账, 不然就是坏人, 就是对不起他的人。 徐荣就是这种人, 我冷笑告诉他, 我把钱扔个乞丐, 他还会和我说声谢谢, 但把钱扔你这种人身上, 只会让你觉得我人傻钱多。 滚吧, 这是被泼黑水事件, 成为了我事业的助力, 让很多人看到我为女性品牌的服务态度和理念。 原公司打电话来, 又想要高薪虫新聘用我, 但我已经和朋友联手开创自己的新事业, 服务更大的女性市场了。 为了让女性在女性用品上 更舒服和安心, 所以我拉来了投资, 设了一个女性安全项目的部门, 专门为女性的出行安全, 住家安全提供服, 尤其是常年独居的女性, 要怎么在出差期间保证家的安全私密性。 一时间, 我的公司步步高升, 成为行业的黑马。 朋友和我说, 赛翁失马, 烟之飞幅。 应该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翻济沧海。 故事二, 庆宫宴上, 一堆太太围着我恭维, 童小姐目光长远, 从高中就牢牢抓住了 沈总这个妓幽骨。 圈子里谁不知道, 沈总只爱童小姐, 童小姐马上就要熬出头, 变成沈夫人了。 童小姐还是趁沈总爱你的时候, 多要点股份, 不然以后人才两失, 有你哭的。 这话一出, 四周安静下来, 没人敢说话。 我掌心微缩, 看着说话的顾太太。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她和顾世光青梅竹马, 大学毕业就结婚, 婚后不到半年, 顾总的花边新闻从没断过。 十几年的感情佳话成了笑话, 她哭过闹过, 顾世光刚开始还收敛一下, 后来烦了腻了, 彻底不给她面子。 顾太太的眼神讽刺地落在某处, 我顺着看过去。 沈颜舟长身鹤唳站在人群中, 手中拿着酒杯, 安静地听身边的女人说话。 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沈颜舟无声地笑了下, 眼神疏地变温柔。 那个女人我再熟悉不过, 是陪伴她三年的秘书江晴。 她一袭简单的白色长裙, 亭亭玉丽地站在沈颜舟身侧, 两人没有任何亲密的动作, 但看起来就像一对深爱的情侣, 任何人都容不进去。 如果我不是沈颜舟的女朋友, 看到这一幕也会感叹一声金铜玉女, 般配极了。 江晴看到我的目光, 眼神轻蔑, 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 转身背对我, 朝着沈颜舟说话, 沈颜舟越过她看了我一眼, 眼神毫无波动, 仿佛我是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也是这一眼, 让我彻底明白, 沈颜舟不爱我了。 我打算庆功宴结束后和沈颜舟提分手。 从卫生间出来, 人群已散场, 我却没看到沈颜舟的影子, 打她电话无人接听, 发信息显示未读。 想到刚刚在卫生间里听到的话, 沈颜舟和彤也分手了。 没有, 不过我猜也快了, 没看江晴说太晚了, 自己一个人回去害怕, 沈颜舟就立刻答应送她回去。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半, 街上空无一人, 我自嘲笑了笑, 打车回了家。 家里一片漆黑寂寥, 她没回家。 我突然感到身体异常疲惫, 跌跌撞撞走到客厅, 把自己摔进沙发上, 昏睡过去。 昏昏沉沉间, 我仿佛看到十八岁的沈颜舟, 趴在靠窗的客桌上睡觉, 此时的我正埋头苦解数学试卷最后一道大题。 阳光刺眼, 我有些看不清试卷上的字, 眉头紧促, 突然, 眼前的阳光消失了。 等我做完题目后, 轻柔下眼, 抬头望去, 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拿着课本 帮我遮住了刺目的阳光。 我呆愣地看着她甩甩发麻的胳膊, 然后白白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眼底含笑, 语气细血。 童小野, 被小野迷住了, 又梦到高考结束后, 她拦住我, 耳朵羞红, 故作镇定。 童小野, 我喜欢你, 如果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谁也不能欺负你。 我问她, 如果你欺负我呢? 我还记得, 她毫不犹豫开口, 眉眼严肃, 语气认真。 我永远不会欺负童小野,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你就别要我了, 这是对我最残酷的惩罚。 迷迷糊糊间, 我好像听到手机在响, 接起电话,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的名字, 童野。 我想也没想, 对着电话那头说, 沈延舟, 你欺负我, 我不要你了。 不等对方回答, 我扔掉电话, 继续睡了过去。 第二天, 我是被电话吵醒的, 电话刚接通那头, 就传来闺蜜气愤的声音。 沈延舟昨天晚上没回家。 我愣了愣, 下意识伸手摸向一旁, 结果什么也没有, 冰冷的触感, 让我心里也生出一丝良意。 怎么了? 可能是睡得太久, 声音异常沙哑疲惫。 闺蜜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问我, 你看到新闻了? 我直觉有事情发生, 和我和沈延舟有关, 轻声安慰他几句, 把电话挂断, 打开新闻界面。 关于新锐总裁沈延舟 和一神秘女子 在酒店共度凉宵的视频, 图片到处都是。 视频中沈延舟的黑色西装外套 穿在女人身上, 女人躲在她怀里, 紧紧抱着她的腰身, 听不清她们说了什么。 只见沈延舟弯腰, 打横抱起她, 静止走进酒店。 再出来, 就是今天早上八点, 两人换了衣服, 一前一后走出酒店。 我紧紧攥着手, 指甲深深掐入皮肉, 都感觉不到疼。 门外响起输入密码的声音, 我抬眼望去, 沈延舟直接走了进来, 脱下外套, 摘下领带, 这才正眼看我。 小野, 昨天晚上临时有事, 话没说完, 就被我扔手机的动作打断。 他拿起我的手机, 猛地顿住, 手机页面正是他公主抱江晴的照片。 他捏捏眉心, 把手机递给我, 疲惫地解释。 昨天晚上他喝多了, 没办法自己回家, 我也喝了酒, 不方便送他, 干脆给他在酒店开了间房。 把他送到房间, 他拉着我说我们这三年的不容易, 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关于拥抱, 只字不提。 我笑了笑, 我信, 沈延舟还要继续说的话被我堵住, 诧异地挑挑眉。 你信就好, 小野, 我很累, 你不要像顾时光的老婆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站起身, 走到他身边, 眼睛定在他衬衫领口的口红印上, 笑得冷漠。 沈延舟, 如果你不想要我像顾太太一样, 就分手吧。 沈延舟眉头紧皱, 唇线也抿得很直,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呼得笑了。 小野, 现在公司刚上市, 以后这样捕风捉影的新闻会很多, 你每次都以分手威胁我吗? 即使已经知道他不是十八岁的沈延舟, 但我的心脏还是生起密密麻麻的疼痛, 难受的窒息。 我轻声笑了笑, 是不是威胁, 事实不就知道了, 你放心。 分手后, 我一定做个合格的前任, 如果没有巧合, 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说完不看他开始收拾行李, 除去必要的衣物, 其他的我都不用带走, 但留在这里怕他以为我在欲擒故纵, 想了想, 还是全部打包扔掉。 沈延舟在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又出门了, 我给他留了字条, 告诉他, 这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买的, 希望他折算成现金转给我, 房子留给他。 处理完这一切, 我订了晚上的机票, 飞上海。 上海是我的家乡, 毕业后, 沈延舟要来北京创业, 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北京唯一的留念是沈延舟, 现在和他分手了, 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回到家, 爸妈看我拎着行李, 什么都没说, 带我去吃了从小爱吃, 但很久没有吃过的蟹黄面。 家里一切都没变, 我的房间还保留着三年前的模样, 仿佛时间倒流, 身心都包裹在久违的温暖中。 哥哥听说我回来后, 二话不说从杭州开车回来, 到家凌晨两点, 看我已经熟睡, 就没打扰我。 第二天, 他说晚上有聚会, 都是他的同学们, 听说我回来, 纷纷让他带着我一起去。 我想了想, 他的同学们我都见过, 有些还比较熟, 就答应了。 他们见了我, 纷纷调侃。 我们的妹妹长大了, 真是女大十八变, 越来越漂亮。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 上海多好, 有哥哥们罩着, 谁也不敢欺负你。 就是, 改天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保准你, 哎呦, 谁踢我了。 他看向四周, 没人搭理他, 都在憋笑, 除了方石旭。 方石旭越过他望着我, 漂亮的毛子里, 翻滚着晦暗不明的情绪。 哥哥在旁边咳嗽一声, 他才像反应过来似的, 开口说道, 童也, 欢迎回家。 他的声音轻烈, 还带着些许的沙哑, 仿佛羽毛清扫过心间, 酥麻麻的。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脸颊烧了起来, 完全不受控。 久过三旬, 我胆子大起来, 悄悄问哥哥, 方石旭现在怎么像个男狐狸京? 哥哥看了方石旭一眼, 冷哼一声。 孔雀开屏, 你小心点, 别被他勾引。 我醉眼微醺地看向方石旭, 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 白赤灯清冷的光线下, 清俊的脸颊因为表情淡然显得金贵。 他修长的手指搭在瓷白色的杯子上, 没什么情绪的目光似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 让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回过神来, 我拍拍脸颊试图让自己清醒。 快结束时, 哥哥的电话响起, 局里有个案子需要他赶过去帮忙, 他临走前把车钥匙给我, 让我自己开回家。 我说让他开车, 我可以打车。 他刚要说什么, 方石旭突然开口, 我可以送童也回去。 我正愣抬头看向他。 奇怪的是, 哥哥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反而皱起眉头盯着他, 他们两个静静对视了大概十秒钟。 哥哥才一开视线, 拿起车钥匙, 对我说回家给他发条信息。 方石旭开车送我回家。 刚刚人多不明显,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还是在车内密闭的空间里。 我感觉整个人被独属于他的气息缠绕着, 嗓子莫名有些发紧。 快到小区门口时, 我突然开口。 石旭哥哥,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没说话, 垂眸直勾勾地看着我, 眼神无比赦人, 忧伸的眸子里, 丝毫不掩饰自己炙热的欲念。 心脏跳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我在想怎么解释刚刚的口无遮拦。 他已经停好车, 解开安全带, 垂眸看我。 是, 我喜欢你。 车内车外黑暗的环境, 让我有一种逃离现实的虚幻感, 又或许是他身上的血松味, 让人放松, 加上我酒精上脑。 等我反应过来时, 已经和他吻在一起, 急促地喘息声混在一起, 分不清我的还是他的, 我被吻得发晕, 气息不吻地嗡了声, 想要结束这个令人脸红耳赤的吻。 后脑勺却被他牢牢扣住, 黑暗中喘息声心跳声越来越大, 蚕食着我的理智, 我脑海中最后一根弦断掉。 时序哥哥, 去你家吧。 他像个毛头小子一样抱住我, 把头埋在我的脖梗处, 平复心情。 过了一会儿, 听到他暗哑的声音, 童爷,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头一热, 脱口而出, 谁后悔谁是小狗。 听到这话, 他呼得笑了, 喉间一出嘀嘀的笑声, 笑声震得我耳尖发麻。 我推了推他, 喂, 你还要笑多久? 他抬起头, 对着我汪汪了两声。 我顿时懂了他这话的意思, 一瞬间,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避免和方时序见面。 想起上次他送我回来说, 他不希望我因为一时的冲动后悔, 他给我时间, 但不多, 因为他已经等了十年。 这几天虽然没有见面, 但他一直都在。 每天早中晚电话问候, 遇到好吃的叫外卖送到我家, 如果没有外卖, 就买好叫跑腿送过来。 知道我喜欢玫瑰, 连续几天不重样的品种送过来。 哥哥知道是他后, 沉默很久, 跟我说, 方时序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我了, 但哥哥怕打扰我学习, 告诉他要等我高考结束后才能告白。 结果高考结束后, 我带着沈延舟去找他们。 方时序这十年一直没有找女朋友, 哥哥以为他是在等我, 但每次问他, 他都说没刻意等, 只是没遇到心动的。 哥哥说, 一个人暗恋太久, 一旦得到没办法承受失去的痛处, 让我不要伤害他, 即使不爱, 也要说清楚。 哥哥不说我也清楚, 方时序和沈延舟不一样, 他说得少做得多。 他的爱深沉克制, 如果我们在一起, 我希望他能拥有身心完整的我。 又过了两天, 我在家插方时序送过来的蓝玫瑰, 接到了来自北京一个朋友的电话。 小野, 你回家时间也不短了,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我心下奇怪, 这个朋友是沈延舟的哥们, 我们从没有私下联系过, 但还是礼貌回答。 我应该不会回去了, 有什么事吗? 哦, 没有, 就是最近聚会延舟都自己来, 我们很久没见你, 想你了。 我更奇怪了, 他不会听到我和沈延舟分手的消息。 想炮我吧, 想到这里, 语气一下就冷淡了。 我和沈延舟已经分手了, 我们没有联系的必要, 请你以后不要打扰我。 北京一家私人会所里, 沈延舟听到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 不同于面对自己时的冷淡疏离。 才恍然记起, 童也和他在一起之前也是这样, 在一起时间久了, 他已经忘记童也本身是果断疏离的性格。 周围的朋友小心翼翼看他脸色。 延舟, 你给童也打个电话, 他那么爱你, 接到你的电话肯定会高兴的。 沈延舟把酒杯放下, 粗声说, 只是送江晴回酒店, 他就离家出走这么多天, 江晴是我秘书, 以后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那么多, 他每次都闹谁受得了。 分就分, 看谁能忍。 说完冷着脸摔门离开, 留下一众朋友面面相觑, 半想, 大家叹了口气, 都从其他人眼里看到无奈。 方石旭打来电话的时候, 我在画漫画。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爸妈还专门给我报了美术课, 国画, 油画, 素描都学了,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漫画。 毕业后, 我没有找工作, 全职画漫画, 连载我和沈延舟的爱情长跑故事, 签了出版社, 和沈延舟分手后。 已经很久没有连载了, 很多粉丝在催更, 故事有始有终, 结局不管是什么, 都要给粉丝一个交代。 童爷, 我们去吃蟹黄面吧。 忙了一天的我听到蟹黄面, 眼睛都亮了, 但想到要单独和他见面, 就有些饭处。 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 接着说, 今天不了感情, 只吃饭。 那家蟹黄面, 是你上高中的时候, 我和你哥哥带你去的, 百年老字号, 你肯定喜欢吃。 听他这样说, 我都咽口水了。 好, 就去吃蟹黄面, 那我去接你。 好。 看到方石叙, 内心一下就平静了。 他双手插兜, 靠在车门上, 阳光下, 他的白衬衣干干净净, 整个人仿佛清澈干净的纯净水。 这个点吃蟹黄面低人很多, 他让我坐在椅子上, 给我倒了一杯酸梅汤, 然后排队去点餐。 因为出色的外貌和挺拔的身材, 吸引了很多小姑娘频频看过去, 甚至有胆子大的过去要微信。 他直指我的方向, 不知道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女孩看到我后就低下头溜走了。 等他回来, 我迫不及待问他说了什么。 他帮我半谢黄面, 随意道, 我说我有女朋友, 他很厉害。 不允许我加其他女生的微信, 否则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我看着他自然的动作, 听着他暗示的话, 我的心像是平静的湖面, 被扔了一块大石头, 还在犯着波浪, 一圈又一圈。 北京一丝人会所, 沈延舟在和朋友们喝酒。 突然有人惊呼, 这不是童也吗? 沈延舟听到这个名字猛地抬头看去, 看到一个朋友拿着手机给旁边的人看, 好像在确认什么。 旁边的那个人看到手机上的内容后, 抬头看了沈延舟一眼, 没敢说话。 拿过来, 那朋友不敢得罪沈延舟, 把手机递过去, 说在上海的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过来, 里面的女生看着像童也。 沈延舟盯着看那张照片, 女生就是华晨辉他都认识, 他吃蟹黄面滴开心, 嘴角的梨窝, 连眼角的泪质都一模一样。 沈延舟一张照片说明不了什么, 我们谁不知道童也身边连个异性朋友都没有, 这么多年只跟着你。 对啊, 沈延舟说不定是童也以前的同学, 遇到一起吃个饭。 沈延舟突然把手机扔到墙上, 手机瞬间摔得四分五裂, 朋友们立刻闭嘴, 不敢再多说。 别人不知道, 沈延舟知道, 那个男人喜欢童也。 童也带他去找哥哥拿家里的钥匙, 见过他, 当时他看童也的眼神, 和他看童也的眼神一样, 他作为男人, 很清楚。 但童也当时满心满眼都是他, 他也自信没有人比他更爱童也, 所以没当回事。 沈延舟还记得, 童也决定跟他去北京的那天, 他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方时序, 大概意思是说让他对童也好, 让童也幸福, 如果没有做到,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童也带回来。 沈延舟想, 他没有让童也幸福吗? 他为了让童也跟着他上过好日子, 每天早出晚归, 为了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 陪客户喝到胃出血。 现在公司上市了, 童也可以成为人人艳羡的沈太太, 为什么他要走呢? 北京发生的事, 我一无所知, 不知不觉回上海已经一个月的时间。 我和方时序的感情日渐升温, 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爱情。 它能让我情绪稳定, 让我敞开心扉, 让我更自信, 更爱笑, 更有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 我的漫画画风也越来越诙谐可爱, 粉丝们甚至给我私信, 也大大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我到这一刻才明白, 我和沈延舟即使步入婚姻, 我也不会快乐。 和沈延舟在一起的十年, 我们前两年确实很快乐, 没有考研的压力, 没有就业的压力, 没有生活的压力, 也没有所谓异性朋友带来的误会。 直到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 他开始创业, 将情应聘助理。 刚开始, 我并没有在意他, 甚至心疼他跟着沈延舟 每天喝酒应酬。 为了他们的身体, 我每天画完漫画就学着做饭, 做好后打包送去公司, 看着他们吃完, 然后把保温盒拿回家。 直到有一天, 他们为了一个项目, 应酬到很晚, 我不放心, 开车去接。 到了饭店门口, 江晴扶着树干呕吐, 我刚要打开门下去, 就看到沈延舟 从门口的便利店跑过去, 扶着他喂水。 鬼使神差的, 我没有下车。 江晴喝完水后, 转身紧紧抱住沈延舟, 我看到沈延舟僵了一下, 然后慢慢把手搭在他后背, 轻轻拍了几下。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便会开花结果, 很难消除。 我开始试探, 查找蛛丝马迹, 更何况还有江晴主动送上证据。 第二次亲眼看到, 是我去公司送饭, 办公室的门没关, 我从门缝望去, 江晴双手抓着他的领带, 熟练地往上推, 好像做了无数遍一样。 沈延舟低头看他的眼神温柔又认真。 江晴帮他系好领带后, 仰头看去, 他们的眼神相互交织, 仿佛全世界只有他们。 我再也控制不住, 推开那扇没关紧的门。 沈延舟退后一步, 看到是我, 嘴角扯出一个笑, 上前接过我的保温盒。 童小爷, 有你真好。 我不经意看了眼江晴, 没有错过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恨意。 那天晚上, 我跟沈延舟说, 希望可以把江晴安排在其他部门, 重新招一名男性助理。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同意。 但第二天江晴找到我, 满条丝里的搅拌手里的咖啡。 童小姐, 我喜欢沈总, 为了他我可以做任何事。 但我没有告白, 我在等他看到我的那一天。 你今天让他把我赶走, 明天还会有李晴, 王晴, 你可以把所有人都赶走吗?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从你开口的这一刻, 你就已经输了。 是啊, 不然我为什么让他赶走江晴呢? 回到家, 我跟沈颜舟说, 昨天情绪不好, 说过的话就当没听到吧。 他松了口气, 把头埋在我的怀里, 对我说也是对自己说, 童小姐, 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从那以后, 我再没有送过饭, 他也减少了应酬。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早, 和我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多, 但我们越来越沉默, 分手的想法应该早就有了, 只不过不甘心罢了。 方石旭约我去爬山, 说山顶有个温泉度假村, 晚上可以在那儿泡温泉。 我们把车停在山脚, 走路上去。 可惜我身体素质太菜, 走了半个小时就气喘吁吁。 方石旭十分自然地握住我的手, 他的手掌干净温暖, 像是带给我力量。 我顿了顿, 感觉本就加快的心跳声速度又快了些, 我垂下眼, 坚定地回握他的手。 下一秒, 我感觉到他的力道似乎又中了几分。 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 天黑之前到达了山顶。 温泉山庄的四人汤池太舒服了, 我发出了舒爽的溃叹。 一阵脚步声传来, 我抬眼望去。 方石旭全身上下只围了一条白色浴巾, 八块腹肌排列得整整齐齐, 人鱼线若隐若现, 白皙的肌肤上隐隐有水珠。 这一幕看上去极具冲击力, 我赶紧捂住鼻子, 生怕鼻血流出来。 和他把我的手拿开, 笑出声。 我看着他灿若星辰的眼眸, 呆了。 他轻轻吻上我的眼眸, 接着是眉心, 鼻梁, 唇角, 再滑至耳朵, 密密麻麻的细吻, 让我一阵阵站立。 可以吗? 同也。 都这个时候了, 还做什么正人俊子啊? 我没说话, 双手搂在他的脖子, 往下拉。 下一秒, 被他拦腰抱起, 走进卧室。 之后, 所有的记忆都只剩满事的疑泥。 晕过去之前, 迷迷糊糊中感到 他在摸我的手指, 并带上了一个冰凉的东西。 方石旭在我耳边嘀嘀呢喃, 童也, 我爱你。 半夜睡得正熟, 听到手机在响, 我嘟囔了一句, 方石旭捂住我的耳朵, 轻轻说, 睡吧, 不用管。 方石旭看到手机备注上的名字, 沈延舟, 轻喝了一声。 拿起手机走出卧室, 慢条斯里的接通电话, 刚接通, 电话那头就传来沈延舟 醉熏熏的声音。 童小野, 我头好疼, 想喝你的醒酒茶。 可他说完, 没有听到童也着急担忧的声音, 而是一声男人的轻吃。 沈总, 不要打扰我老婆睡觉, 去找你的秘书要醒酒茶。 现在是凌晨一点, 童也的手机被一个男人接听, 说明什么? 像是一盆冷水迎头泼下, 沈延舟只觉得周身发冷, 无法呼吸。 他的手紧紧钻成拳, 因太用力而微微发抖。 方石旭, 是我, 我找童也。 方石旭扭头看向屋内熟睡的女孩, 眼神疏地变柔和, 心软得一塌糊涂, 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童也睡着了, 明天早上, 我会如实告诉他你来过电话, 至于他回不回电, 看他自己的意愿。 说完挂断电话, 回到屋, 看着女孩漂亮的睡眼, 虔诚克制地在他额头落下一个吻。 第二天一早, 我揉着疲惫酸胀的腰, 控诉方石旭太过分。 结果被冰冷的雾剑割住皮肤, 我伸出手一看, 是一枚粉钻戒指。 方石旭跪在床前, 握着我的手, 认真严肃地说, 童也, 嫁给我好吗? 她的手指微微颤抖着, 之前的冷静不复存在,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看着我, 一动不动。 我鼻尖一酸,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方石旭看到我哭, 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 可我的眼泪根本止不住。 我一直期待和沈延舟结婚, 可他说要在北京买了房子, 给我一个家再结婚。 等买好房子后, 他说要让我像其他太太一样, 过上好日子。 我说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我只想和他在一起。 他摸着我的头, 说他不能让别人把我比下去, 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我没说话, 安心等他, 等到公司上市, 等到他的心天离江晴。 其实从头到尾, 我只是渴望一个家, 只有我和他的家。 不需要轰轰烈烈地求婚, 不需要旷市盛大的婚礼, 不需要硕大的钻戒, 不需要所有人的恭维艳羡。 沈颜舟不懂, 可方时续懂。 我哭得说不出话, 只能点头。 我愿意的, 方时续。 但这个傻子以为我不愿意, 俯身擦我流不完的眼泪, 慌乱得语无伦次。 童爷, 对不起, 是我太着急了。 我不逼你, 我会等你愿意的那一天, 你别哭了。 我哭到打嗝, 我愿意的。 我愿意, 方时续。 我愿意奔向有你的未来。 我愿意相信默默喜欢一个人十年, 但依然克制徐徐徒之的男人。 方时续开心地像个吃到糖果的小朋友。 穿好衣服, 拉着我就往山下跑。 他开车载我出去, 旁边的风景越来越熟悉。 这不是去我家的路吗? 下车后他打开后备箱, 大包小包地拿出来。 这是做什么? 我满脸疑惑。 他笑咪咪地看着我, 像个傻子。 见家长? 这么快? 我还没做好准备, 最重要的是, 我还没跟他们说我谈了新的男朋友。 我拉住他, 慌张无措。 方时续的嘴角瞬间撇下来, 好像吃到嘴里的糖果掉下来一样委屈。 我看着那张可怜巴巴的脸蛋, 心里疏地一软。 见就见, 大不了被哥哥嘲笑一辈子。 如果不是在家里看到沈炎舟, 我以为我们一辈子不会再见面。 他跪在地上, 祈求爸妈让他见我一面。 看到我开门的瞬间, 眼睛一亮, 但这亮光随着看到我身后的方时续熄灭殆尽。 哥哥走过来, 接过方时续手上的东西。 来就来, 带什么东西? 你都已经是我们家半个儿子了。 这话一听, 就是对沈炎舟说的。 如果没有沈炎舟, 估计哥哥会打方时续几拳。 沈炎舟站起来, 平静地看着我, 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喊他专属的名字。 童小野。 我像个老朋友一样对着他点头。 好久不见,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安静地站在原地, 眼眶通红。 我来接你回家。 我很意外, 也很难过。 意外是在过去的三年里, 都是我去接他回家,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说来接我回家。 难过是他为什么要等到我彻底放下, 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时候后悔。 沈炎舟, 我们的十年终究要画上句号。 我轻轻摇头, 这是我的家, 沈炎舟。 童小野, 我和江晴没有发生关系, 那个衬衫, 领子上的口红印是他趁我不注意, 自己印上去的。 我已经把他安排在其他部门了, 我招了新的助理, 是男的。 我们说好的, 公司上市就结婚。 他颤抖着手, 拿出一个精致的丝绒盒子, 小心翼翼地打开它, 里面是一颗鸽子大小的石克拉钻戒。 他眼底的祈求和期盼, 温柔和小心, 是我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沈炎舟。 我更加难过了。 沈炎舟, 我们原本可以好聚好散的。 我深吸一口气, 伸出手, 让他清楚地看到我手上的戒指。 我有男朋友了, 如果今天你没来, 我们现在已经坐下来商量结婚的事情了。 方石旭走到我身边, 握住我的手, 无形中给了我支撑的力量。 沈炎舟看着我和方石旭交我的手, 他嘴角扯出自嘲的弧度, 声音低雅至极。 童小野, 我最后问一次, 你真的不跟我回家吗? 我摇摇头, 沈炎舟, 我希望你幸福。 他突然把戒指盒扔到墙上, 鸽子大小的钻戒摔到墙上, 掉在地上, 瞬间四分五裂。 童也, 我们在一起十年。 十年的感情比不过你们相处一个月。 在你心里, 感情就是这么随便的事情吗? 想分就分, 想和别人好, 就和别人好。 你以为他身边就没有女秘书吗? 他女秘书就不会勾引他吗? 是不是和你在一起, 身边就不能有任何异性? 我们在一起十年都没有结婚, 你们在一起一个月就能结婚了。 你还是这么天真, 如果你不改变, 你和他的明天不过是你和我的今天。 我没说话, 凝望着他熟悉又陌生的眉眼。 二十八岁的沈延舟和十八岁的沈延舟在我眼前重叠又散开, 直到全部消失。 哥哥从屋内冲出来, 对着沈延舟的脸重重地砸下去。 沈延舟摔倒在地, 嘴角出现零星星红也不在意。 他不说话, 好看的毛子里布满浓郁的化不开的忧伤。 我知道他后悔了。 别拿时序跟你这个垃圾比, 时序没有女秘书, 身边的助力都是男的。 应酬更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 靠喝酒喝出来的业绩能长久吗? 你和童也在一起十年, 让童也伤心了几年呢? 三年, 整整三年。 三年期间任何一个时间你看到童也的伤心, 你们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公司上市那天, 时序给童也打电话, 祝他幸福, 如果他幸福, 他就彻底放下。 结果呢, 童也说你欺负他, 他不要你了, 时序当天就要去北京接他回家, 被我劝住了。 你知道你拥有的十年是别人爱而不得的十年吗? 我叫住哥哥, 对他摇摇头。 这一秒, 我连难过都没有了。 沈延舟与我, 以后就是陌生人。 沈先生, 我替哥哥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一个哥哥心疼妹妹的心意。 你回去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 沈延舟静静地站着, 嘴唇发白, 缓缓闭上眼睛, 等在睁眼时, 双眼布满了血丝。 方石旭勾勾我的手指, 我侧头望去, 他眼睛微微弯着, 眼神很亮, 又带着光。 我被他的笑容感染, 唇角情不自禁弯起。 沈延舟在童也和方石旭相识一笑的瞬间, 才认识到童也真的不爱他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童也分开。 他是他少年时期的月光。 他曾经心心念念想把童也娶回家。 是什么时候变了呢? 是江晴总是用崇拜的眼神看向自己。 我望过去, 他又佯装不知地低下头, 只留下泛红的脸颊和脖梗, 让我有片刻的失神。 是在一次次应酬中。 我和江晴配合默契, 拿下一个又一个项目时, 我犹豫过, 童也这样单纯不安事事的性格 真的适合我吗? 是江晴哭着抱住我说 只想要一个拥抱, 我没有拒绝时。 是童也让我把江晴调离公司, 我犹豫时。 是公司上市那天, 我害怕童也问我 什么时候结婚逃避时。 我以为只是片刻的游离 并不能影响我们最终的结局。 我以为只要童也不哭不闹, 我们就能一直这样 相安无事相处下去。 童也什么都知道, 他在等, 等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和我分手。 我和方石旭结婚那天, 收到一条短信, 祝你幸福, 还有, 对不起。 我知道是沈延舟, 但我内心毫无波澜。 转头把短信删掉, 怕方石旭那个傻子吃醋。 结婚后, 方石旭拉着我天南海北地跑。 他说我们错过了十年, 他要用未来的几十年 弥补我们错过的那十年。 我揉着被他揉令的腰, 心道也不必用这种方式弥补。 当天晚上, 我们看到了极光, 绚丽的光运穿过宇宙 在这里和我们相遇。 就像我和方石旭 越过十年, 遇到彼此。 这天我们有了一个宝宝, 原本计划看完极光就去瑞士。 结果我突然不舒服, 上土下泻。 他以为我吃坏东西, 拉着我就去医院检查, 医生问了我的症状, 让我们去妇产科查下血。 我们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惊喜和不可置信。 原本的计划泡汤, 我们回到上海专心养胎。 九个月后, 我诞下一位小公主。 虽然生产过程很顺利, 但还是把方石旭吓到了。 他瞒着我去做了劫渣, 发誓绝不让我再遭受一次生产的痛苦。 这个傻子。 他不知道, 告诉我的话, 我会更加爱他。 周是脚。 沈延周回到北京后, 就找了江晴。 给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调离秘书部, 去其他部门。 一个是拿一部分股权, 辞职。 江晴哭着抱住他, 说只要和他在一起, 他什么都愿意做, 只要他不要推开他。 我说, 如果他继续留着, 同也再也不会原谅我。 江晴呆住了, 反应过来大喊, 沈延周, 你明明已经爱上我了, 为什么要推开我? 同也知道你的心已经不在他身上, 所以才离开的呀。 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 嘴里一片苦涩。 随即笑出声, 笑着笑着就哭了, 是我给了江晴妄想, 让他认为我爱他, 所以才给了他伤害同也的底气。 同也在那三年, 到底忍受了多少痛苦? 我不敢想, 更不敢想, 这些痛苦是我带给他的。 而我明明一开始只想把他娶回家, 让他过上好日子。 我想我的余生再也不能幸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